我一直不太喜欢 就是不风魔不成火 这句话 年轻的时候技术不成熟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作为职演员 你可以随时跳进 随时跳出 演戏是个太复杂的事情了 因为人类本来 就是非常复杂的生物 我们要去扮演不同的人类 这肯定是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体验和方法 永远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 它脱离不了的 所以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没有 它一定是相互相互作用的 不能因为我要演这个熟年 我才去观察 类似张春梅这样的人物 是在生活中 你就不断积累的 所以当我接到这个剧本 我一看 我见过这样的人 但是我没有演过这样的人 那试试看吧 你多大年纪了 我还起摩托车了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你不是没有理由 你是没有脸说那个理由 人哪是单一的呀 是吧 没有一个永远平和的人 也没有一个永远暴躁的人 我始终再说一句话 就观察人物是一个演员 一生的功课 可以这么说 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角色是我 他可能是我的一部分 有的是大一点的部分 有的是小一点的部分 那我觉得 我的二哥二嫂 是跟我本人比较接近的 那个人物叫李英姿 就那个人物可能是 大部分的好累 但也不是完全一致 我李英姿啥时候都说话算话 但有的就可能离得很远很远 情婉四合院就很远 这个情婉如 就是他所有在那个剧情里的 那个选择 不是好累的选择 他有他很自私的部分 他也有就是 很小女孩很爱情的部分 好 余矮棠 是不是去食堂找你 你是不是变心了 就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然后我跟张春梅也不像 张春梅就是好好的 什么都好好的 你好 你好 我的 我好 大家好 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帮我挑一挑 看看我穿哪件好看 我是要有自己的主张的 你见过那么有个性的人吗 艺术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就是可能大多数做艺术人的思维 是没有那么清晰的 我可以用演戏去表达 我也可以用音乐方式 绘画方式 文学方式 都是可以的 所有的这个行业 也没有离开过艺术本身 他只不如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 没有说我现在就要 就是往哪个方向去 或者选择些什么 其实不是的 就是一种直觉 我现在想做这个 我就做这个 我想做那个 我就去做那个 我倾听我内心的声音 有一次采访中有一个这样的话题 可能快十年了 就那个时候我还希望就是 别人一定要说 在哪一年 哪个阶段 中国有一个女演员 叫好雷她很棒啊 什么之类的 这是我以前的想法 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觉得没关系 都可以 无所谓 就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 不重要 享受你 就是人生的这个过程就好 谢谢您 请大家来